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市委书记 郭建宏 蒋晃 欢迎 李小红校长 欧克林书记 各位来宾 老师们 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是重庆大学八十大寿 可起可贺 刚才几位同志的讲话 既有真情 又有深意 都很令人感动 八十整寿 在中国文化上是很上讲究的 既是吉寿 又是吉寿 各国奖老书记 刘延东国务委员 发来了贺信 这位英雄副主席报告讲话 我也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 向重大建校八十周年 表示热烈的祝贺 咱们重大的同学 刚刚庆祝了我们祖国六十法代 又迎来了本校八十年的校庆 可谓是喜上加喜的重庆 我看了会议的名单 今天招逢满座 北大 新华 南开 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 武汉大学 还有兰州大学 上海交道 香港中文大学 台湾中央大学 澳大利亚 亨斯兰大学等八十多所大学 军道会祝贺 许志弘 顾炳林 武汉言 杨卫 谢和平 宫克 刘克力 王盈军等一百零二位 享誉全国的校长 欣灵志贺 沈七涵 周静 雷清泉等十八位院士也来到我们山城 这充分表明了学界相互交流的风气渗浓 说明重大 不仅对重庆十分重大 在中国学界也有重大影响 今天早晨起床以后啊 想到要到重大来讲话 脑子里啊 反应最多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两个词 就是重大和重大 因为我们的重大在重庆贡献重大 在学界影响重大 在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摆布上也分量重大 而且在中文里边 重大和重大写下来 其实就是一个词 就是重大 重大 本来啊 到同学们中间参加校庆 这个高兴的事儿 轻松的事儿 继续讲几句就可以了 但昨天黄岐帆同志跟我讲 不行 重大的校庆特别重大 你一定要高度重视 要写个稿子才行 所以我就奉命啊 写了这篇稿子 八十年来 重大 全国为国家输送了二十多万名高级的专门人才 四十多名两院院士 他们当中有邱中健 郭上平 盛金章等杰出的科学家 还有吴本忠 严肃等名家大师 历史上更有马颖书 李四光等大师级的学者在重大任教 判断期间 周恩来副主席清明演讲 三成解放前期 我们重大又展示了不久的红颜精神 重大对重庆有重大的贡献 之下以来 重大就承担了重庆五千七百多个科研项目 重庆百分之六十处级以上的占部 毕业于重大 或在重大培训过 我忽然想起来 今天我们请来了好多知名高校的校长 我在这还要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表态 咱们这些全国各地著名高校的学校 毕业生我们重庆也都欢迎 对于重大的重大贡献市委市政府高度评价 我还建议重庆日报要找一个专展好好表扬一下 重庆对重大发展也给予了重大的支持 市政府支持重大建设的新校区 市政府今后还将为重大提供更多的支持 来的时候 洪举同志西藩同志都跟我特别介绍了重大的情况 和政府 建议重大的想法 大学为地方培养人才 政府为大学提供办学和发展的条件 特别是人才的用武之地 固有所助相得一章 我想 这就是政府和学府良性互动的见证法 老话讲 人生七十古来兴 而大学八十正当年 我查了一下资料 听说呀 哈佛大学已经有三百七十多年 牛津大学已经有八百四十多岁 我们的湖南大学的前间 月入书院 正有一千零三十三年的历史 与之间 与重庆大学 还是少年 甚至是婴儿 路很强 可塑性很强 忠心寄望 我们的重庆大学 快快长大 多壮成长 长大了 更好的高校中华 今天啊 面对这么多年轻人 还是想起了 我们伟大领袖 毛泽东 当年在莫斯科 对中国留学生 讲的那段话 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 正在兴旺时期 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讲这句话 大概快六十年了 但是近六十年来 要说 对青年人讲话 我想没有哪段话 比这段话 正形象 正生动 正切切 也更能打动人心 所以我们这些人 从小学的时候就听这段话 把现在讲起来 还特别的亲切 送给大家 看一看啊 看一看啊 我们今天台上的人 都是啊 对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 那么多的院士校长 不乏保学之士 但是啊 实实在在的讲 毕竟是上岁数了 老汉我今年也六十整了 所以 想到祖国的未来 人类的希望 那按毛主席的话讲 就看我们青年一半 想到我们重庆的未来 当然毫无疑问 就既坐在操场上 咱们这些同学的身上 作为山城重庆 我还记得小时候 读过的一句 老赖说的话 We'll go a long way and we'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相信同学们 会比我们站得好 会以更加出色的成绩 重大的贡献 为我们的母校 重庆大学 增光 好谢谢大家